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雁鸣人的仙魂是否有乎 请 真奇怪 这人怎么没出现仙魂啊 该不会仙魂有罪是个弱智啊 我看是这东西年九师修运转不了了吧 天岛 天岛 这种天岛金单竟然真的存在 他什么人啊 这都被你们看穿了 这点毫无秘密的感觉还真是奇怪 冒犯之处还请海寒 老祖就在那至高的星空塔上 借助真灵之力维系长城护镇 我带几位过去 等等 这位道友可否先上长城一览 我等虽只是来此历练 但一颗爱宗护宗之心 也不若诸位军事 师妹说的是 咱们同去 不是吧 这就要上去了 最近战事越发频繁 蛮荒不时来烦 几位还是不要冒险 你们听 多贴心的劝告 多真诚的拒绝 咱们刚来可要听劝 我们准备历练 这些迟早要面对 听你嫂子的 长城 宗门最远端的要塞 与蛮荒辟邻 为守住这道防线 宗门派五大军团驻扎于此 其中有以剥皮君最为骁勇 是长城的最强占灵人 你讲了一路一定口渴了 喝点水吧 谢谢师兄 有掌尖哪 都能擦出浪漫小火花了 保持这个状态 再进一步 师妹慢点喝 记得给我留一口 我天还是根木头 这种时候应该体现你的体贴 和风度 我明白了 师妹 不用给我留了 得 算我没说 传白陵君主令 历届弟子皆为长城如虎 你们既有此胆 就与你们上去 想不到 她已经尽身为君主了 师姐见识 她乃急于老祖白镇天之独孙 却不同于一般世家王国 自小颜柯修行 投身长城后 凭自己拼出赫赫战功 卫练蛮荒必杀宝帝令 她就是五大君主中 最年轻强大的 莫皮君主 莫皮君主 百灵 到了 别 don't wala 哪有 除了 证 有 你的 哪有 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郡主 人已待到 白郡主 好久不见 虽然我们幼年相识 祖辈已有交情 但这是我治下郡主 不管来者是谁 都需要谨慎行事 郡主放心 我们不会给军中添麻烦的 师兄和我一起长大 你也相识 这是同来历练的白石帝 年纪虽轻 但已在星空道极榜上 位列第十 小臣拜见 我只是一句忠告 历练去哪儿都行 但别出长城 我就这么被 无视了 蛮荒强大 我三人的历练才更有意义 大哥你是一点不听劝呢 多尽魔力 咱们才能成就大道 喂喂 师姐 你怎么也跟着激进呢 师妹懂我 共同进退 懂啊 都是为了盲目的爱情 那就这么决定了 师兄师姐追求大道的觉悟令人佩服 但我们出来 根本不了解蛮荒情况 贸然行动 怕只会陷入险境 不如先在城内观察学习 掌握更多情报 再走出场场 还算有个聪明人 蛮荒之地藏龙卧虎 满足天生神力 魂修功法诡异 他们之上 更有练魂师驾 操纵无数冤魂 形成魂巢吞噬一切 果然又来了 轻风作浪的冬 一枪穿魂 这就是元英大圆满的实力 你们不是想多魔力魔力吗 此刻就先见识一番吧 攻击无数军 攻击无数军 准备 继续压制 北妖军侍卫 我是重心 你们既定战士守城 所有将士结成三亿 上阵出杀 小船 咱们也同去助力 别这么热血上头啊 咱们又没受过训练 我可不想过去天网 不不不 低调 低调 没事吧 魂巢又是变了 这玩意不是魂帝吗 这魂帝已等人成 很难击杀 且死前必然自爆 死战又要受伤惨重了 快禀报白金珠 我先拖着他 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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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 小船 好强 天上的湛匿 完全不是宗内倦敖的魂地可抵的 往不得已 我们成功记出牢底了 大家帮我拖延一阵 付出动机 转移他的注意 交给我们 成了 剩下的事交给我 白炉 准备好灰飞烟灭了 剧婚 这是小蛇床当时用过的那种燃药 什么弹药 竟然吸纳魂地 糟了 这药箱还不稳定 再这样下去 要炸炉 赢 把这药弹都放在里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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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叶了我的魂帝 对面到底是何人 不可能 奇迹 这是奇迹啊 军团驻扎以来 这是对抗击队魂巢的一次 你仅仅是星空道极榜帝时 一个军搭后极 为何会有这般手段 我修行至今 你经历太多的战长 统一下游 征服中有 沙场叱咤 兵者鬼道也 精通各类法门 才能有出奇制胜之术 所以师兄师姐 莫怪小春不能一起走出长城 实际上 在无数战争中存活下来的我 的确害怕死 经历此战我更发誓 一定要练出更好的巨魂丹 为大家出力 否则绝不出长城 没想到 你还有如此智想 想不到 既拔高了形象 得到白铃的尊重 又能顺势拒绝出城 我这番话可真有水平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允你加入我剥辟军 啥 回城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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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哪一君将领 定能领会 我既有风云至 不负八尺区 心如磐石地 又起因 强权移 啥 说人话 他说婉俊 婉俊 他在拒绝郡主 你不用着急回答 可以先聊聊待遇 不 心境自有 万法自然 才是我等药师追求的极致 而这长城 与我想感悟的天地万象相比 实在太过渺小 不管你在宗内待遇如何 我出五倍 五倍 郡主也太舍得了吧 是啊 是啊 天哪 去去五倍 就想白某折腰 走 看看药房去